他们想象不到学生怎么会去占领立法院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 所以在这个太阳化学院发生之后 我这书里也写到 就是习近平训张志军 习近平4月初从欧洲法院回来 刚一下飞机 马上就召见张志军 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他怎么训 情况基本不明 事实基本不清 意思是你把这个耽误了国家统一的大业 你是这个罪不可设的 因为按照原来共产党的安排就是 服贸协议一旦通过以后 立刻启动政治谈判过程 然后在这个2016年之前 最晚举行马席会 然后签订了一中框架下的军事互信协议 那他的意涵我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签了以后 我们台湾就等于自决国际援助 所以就是before马英九的任期结束之前 他很急着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两边都有共识嘛 希望能够在2016年马英九卸认之前签两岸和平协议 就是袁老师讲的两岸军事弗星基础 那签了之后我们还要民选总统吗 现在站在这个角度来想 马英九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EGFA福贸都是协议 和平协议也只是协议 他签完之后立法院还是要背书的啦 那就让立法院代表民意嘛 那立法院不通过就不通过嘛 那我问你因为马英九一直想跟习近平见面 那这个本来是APEC APEC的中国不愿意 最近新放出来的消息是习近平说 那我们在金门见 那个讯息是真来讲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 福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 然后年底的APEC还没有发生之前 都还很难说 那我会跟宏永一个报告就是 马英九还没有放弃10月底在北京见习近平 还没有放弃 APEC那个吗 对 还没有放弃啦 因为这很简单嘛 只要习近平说好就去了 就是没有其他的换换 就是那个开关的 只要习近平评估之后觉得 可以让你来 当然他会给你很多限制 我们不见他是国家就亡了吗 就是下一步就是两合平协议嘛 下一步就是两合平协议嘛 这已经报告了很多次了嘛 那但是问题是 这就是 这谁给他 谁授权给他要签这个 他是总统嘛 他认为我做总统 我就要做到这件事情 他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好 当然你把他的新剖开来看 台湾或许是要卖台 可是他认为说 我就是要对台湾 或许最大的利益 袁老师的看法非常精确 就是说 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 可以看出来台湾有一部分人 是坚持反对的 那我们就想像 但是应该也有一群人是觉得说 这不错啊 我们维持我们的治权 互不否认你的主权 互不承认你的主权 但是互不否认彼此的治权 你统治你那边 我们宪法北京 南京是我们首都嘛 问题是这签了之后 台湾的治权很容易就被消灭了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部分就是有两边的人 两极的人 非常反对跟非常赞成的人 是很确定的 可是中间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还在看 我们就仿效那个战中运动 我们自己做一个公投嘛 民间版的公投嘛 就在凯达格兰大道 大家格斗一下 这什么 要不要先和民间的公投 可以提出啊 我们可以民间版自己办啊 你再来决定 你有沒有代表我们的民意嘛 现在公投门槛还是很高 不是 我不用有法律 他自己不管他公投门槛 我不用啊 我不用我民间自己办啊 这是一个民间力量 民间版啊 民意的展现啊 香港这个也是啊 他们中央一直讲非法 可是民间说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合法 我没有跟 这没有法律的问题啊 当然非法 因为你也不会承认啊 这没有关系啊 可是我展现人民意识给你看啊 让你知道你要不要考虑啊 美人姐这次公投真的很恐怖 他有70万人已经展现出 那个投票的那个意志 香港才大概700万的人口 结果就70万人出去 如果换算成台湾2300万人 230万人 而且我告诉你 他不是只有网路投票 我去他的那个投票站去看啊 我还拍了刚才 我给你看了很多那个照片啊 人多到不可思议 然后呢 再来每个都非常的鼓舞 然后 他的年龄层性别分布得非常的平均 非常的平均 真的是满满的这样子排队 然后香港人想说 这可能是一辈子 我唯一一次机会可以投票 就是停止 就完成这个动作 我希望台湾不要来天也变成这样 一国两支白皮书 就反而刺激了香港人 他们路上都是行动艺术 都是拖一个白皮猪 猪啊 一只猪在路上 那个艺术家做的白皮猪这样 然后他说这不是白皮书 这个叫做死亡证明书 然后尤其是那个中审权在北京 这个凡是没有爱国的那个 所以香港人就刺激所有的大法官说 那你们大法官是不是 要加入共产党 不然你怎么爱国 你怎么证明你爱国 对啊 所以也引起他们多方面 很多的那个辩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按照如果说 它是代表这个意志 我们也可以做个民间版投票 看有没有授权你这样做 我们就问你刚刚补充什么 就是说这个什么 主权和治权要分开 人的灵魂和肉体能分开吗 主权相当于人的灵魂 治权相当于人的肉体 所以现在整个的 有啦 有时候去华西街 只是出卖肉体 中华中国的宪法 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他要2300万人 对整个中国大陆的 整个东亚大陆上的 将近15亿人承担主权的责任 这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 我再回来问你 这个共产党现在怎么看国民党 共产党的心目中 基本上认为国民党已经是被他们彻底的收买的一群了 你这个具体的标志你就看吧 连战2005年他不是代表个人 他是代表国民党去的 他去开这个开始所谓这个破冰之旅了 从那开始他当他代表国民党宣布要连共制毒的那一天 就是国民党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出卖给了共产党 你怎么可以和一个极权专制的暴政联合起来 来对付自由台湾内部的不同意见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彻底的判断 没有自信 所以在这个共产党看来 就是国民党基本上和他们已经实现了 革命党的权规和共产党的权规 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体化 那为什么他们又会派人来建顾宽敏 那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在野的力量 他们也要进行统战 在野的力量他们也有成功的统战经验 像这次故宫去这个日本 我想有跟日本人做过生意的这个贸易商 或者是代理商这样子都应该知道 日本人做事情是一定是巨细迷移 就好像我们的领药要三毒五对一样 对不对 我们领药是不是有个三毒五对嘛 怕吃错药对不对 所以怎么可能这个 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天谈出来的 这个来往的意思 谈了十年耶 而且好 再来就是当人家印这个票的时候 那所有的自争巨拙是一定都要我们看过的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反复了 人家都说好的 那我们也OK的 现在又因为说没有国力这件事情 马英九要展现中华民国存在的价值啊 他总是在不知道莫名其妙对他印起来 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是 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了 我觉得事情应该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来分析 不要以为他是头壳坏掉了 突然这个发疯了 不是这样一回事 这个还是要从中国对日本 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代表中共太子党上台之后 他有个基本的极权主义扩张的战略 这个战略的第一步就是在 整个大东亚地区 中共要取代美国成为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立法者 这样做的要实现这个目的 首先要必须一方面理解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现在在日本很多的反对美国的 当时的核宏大等等 这些力量势力实际上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就是来分化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那么中共对在钓鱼台上 我这个书里有一句话叫 中共是东海南海亮剑的意在自由的台湾 那他在这个钓鱼台上 他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什么 就是要形成中国和台湾联手来保调抗日 对抗日本来联手保调这样的一个态势 这样的态势一旦形成之后 它不仅破坏了原来这个美国 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可能性 而且会使台湾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简直没有国际 是不是被马英九拒绝了 那现在就是 但是这次为什么这个马英九突然这样强硬起来 以前为什么不强硬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在响应 中共的这个联合保调抗日的这个 给日本难看 不是不仅是给日本难看 它就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势 为它将来签订军事互进协议 没有 可是我们争取这个国力 应该最会反对的是中国啊 对啊 这里面有国家的成分在 原来是讲的非常精疲 而且是很多就是主流的看法 蛮有怪怪的 这次为什么突然爆冲 那因为我长期也观察它比较贴近 其实有几个看法 我先跟大家报告 他刚才讲的那个 我跟大家很快补充一下 他讲连战 其实朱立伦在这个维基解密当中 也被讲出来 朱立伦说听马英九讲 马英九是看不起连战的 因为他觉得连战去大陆 就是被买定的 可是我马英九可以玩大陆 所以我可以帮台湾创造 所以我们怎么觉得是 大陆在玩马英九 对 当然啦 它就是互相玩 所以很危险 对 我跟他说他想要 他这是非常危险 可是他觉得他可以 所以包含EGFA福茂 他都觉得说这次帮台湾创造 是连战做不到的 那的确 所以后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一直跟连战也处不好 就是因为 他想要把连战 从2005年之后的 联合会之后的 代表国民党的地位给拔掉 他那时候语义未封 还没当总统 所以等到他做大以后 老师你也可以带啊 我要换别人去跟大陆对口了 可是弄到后来 其实乌近平还是喜欢跟连战对口 因为连战是完全百依百顺的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马英九在对大陆 其实他是有 他认为他的计谋 那这一次这个故宫的事件 其实我也跟大家报告了 我的看法可能跟 大家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这跟张志军要来 还有年底选举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这个时候 如果他不抗议的话 如果他都不抗议 或许反而是开幕当天 会有民进党的立委 或者是其他 觉得你没有政治主权人 讲说你看这两个海报 一个有国力 一个没国力 你怎么没有抗议 所以他知道之后 他才会坚持 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抗议 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就是说 老实讲 一个国家的元首 为我们的主权抗议 这个事情我是支持的 可是这个事情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刚刚美人点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铺牌那么久了 你都不抗议 怎么要正式上去了 你让那个海报贴多久了 你会让人家会觉得 我是怎么跟你讲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是在设计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对日本这么强力 就OK